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餵 太陽森的老師好 然後線上的超馬家人們 還有在場的超馬家人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美琪 然後這邊先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其實我以前就是一個公主病的女生 那什麼是公主病呢 就是所有的人就一定要以我為中心 以我的想法 然後以我所做的事情為基準 就是都要聽我的就對了 那所以呢 我剛 我不只在家裡會對家人生氣 因為剛剛分享者說 他們大家都只敢在家裡生氣嘛 那我是在外面也生氣 去買東西呢 就跟店家吵架 就覺得店家服務不好 然後在朋友間就是對朋友生氣 就覺得怎麼做不好 然後男朋友就不用說 我一定是對他生氣的嘛 對 所以就是以抱怨為主 那其實我在以前在生氣的過程中 因為每天都要生氣 每天都讓自己不開心 我知道自己這樣不OK 然後也不好 一直想要改變 但是不知道 只要下一次事情又發生 我又生氣了 那一直到遇到超級生命密碼以後 真的是導師讓我們有一個很有系統的 學習的方向 那慢慢的就改變 然後從感恩 因為為什麼會對大家生氣 就是因為不知感恩 然後沒有珍惜 都不知道別人其實都有 就是為我們 就為這個社會或者是大家對人 都是有一份付出的愛心在 那以前不懂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抱怨以及生氣 然後那因為這個公主病的關係嘛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在戀情的之中 其實因為我們以前不知道 沒有學習的時候 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那就只會看到另一半不好的地方 所以跟朋友聚在一起就是在抱怨 一直抱怨 那最近每期就有發現說 其實只要透過就是進來學習以後 那我們的思維邏輯都提升了 提升的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靜下心來去回想 為什麼一件事情的發生會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會 譬如說這種不開心的事情 這就回歸到蔡里旭老師講的 我們要反求足跡 因為其實不開心不是一個人造成的 可能是我自己也有問題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這件事就是才會起這個不開心的作用 這樣子 所以在我覺得在 就現在遇到戀情的情況下 就會覺得說可以很 我們拉回到我們的就是起源頭去知道說 我們要判斷每一件事情怎麼樣才是就是正確的 然後就是覺得現在在遇到事情的時候都可以很靜下心來 那心平氣和的去 去抽絲剝繭 知道說其實美其自己哪裡有做錯的地方 然後可以慢慢的去跟人用溝通的方式 因為以前只要事情一步如一來 就先以生氣做一個立刻的結論 但其實這樣子一點都沒有辦法把事情處理好 所以因為遇見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我就可以會讓美其就思維邏輯提升 然後在這個遇到事情可以慢慢的去做一個處理 處理好的態度這樣子 那拉回到家庭部分 因為在家也是會跟爸爸媽媽就是生氣嘛 就是因為以前都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就是在家的生活境也不OK 但是呢美其一直希望就是自己有一個很開心愉快的家庭 就是家人所有之間都是很和樂融融 就像國外的人就回到家就會I love you 這樣子 可是我們以前回到家只會生氣 那在這部分呢美其就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老師說我們就是要把實驗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那以實驗來知道說我們自己的進步到底到哪裡了 那以前因為都跟父母都是吵架的情況下 所以根本不可能跟他們說我愛你 或者是對他們做抱抱等等的 然後就是這也要感謝就是我們精英會中 有月融姐跟那個她的兒子 就是每次都會在我們面前就是示範兒子跟向媽媽抱抱 然後說我愛你的這個巢段 所以讓美其也覺得說我也想要做這樣子的突破 於是我就分別跟爸爸跟媽媽都做了就是抱抱 然後跟他們說我愛你 那一開始呢爸爸跟媽媽都會覺得我不習慣 但是我就說沒關係就是久了就會多抱幾次就會習慣了 那就是也就是覺得他們很可愛 就是我們都互相想要突破的想要成長 然後再因為地子龜 蔡旭老師也地子龜裡面有說到就是有一位老師 他學了地子龜之後那就回家幫爸爸媽媽去洗腳 對所以我也就是對媽媽做了就是洗腳這件事 那其實從一開始他們沒辦法接受我對他們說我愛你這件事 一直到後來就是幫他們做洗腳動作 其實真的是像地子龜裡面所講的 那個動作一做出來不是只有爸爸媽媽感動 其實我自己心裡也是覺得說 我可以在今生還在年輕的時候就做了不一樣的 對有別於以往我們年輕人的想法不一樣的這個動作 然後做一些就是靜孝的方式就是回饋給爸爸媽媽 其實我是覺得很感動的 對所以就因為有這樣子的實驗以後我們就知道就是我就覺得自己有成長了 然後真的很開心有遇見超級生命密碼 因為沒有遇見超級生命密碼 我的腦中的思維邏輯不會這麼的有進步 就像剛剛大家分享的說的 其實我們人的個性真的很難改 但是真的侵入超級生命密碼 而且每天一定要就是落實導師的功課 步驟一二三等等功課都落實的話 我們真的是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做改變的 然後這邊分享一下因為剛剛有大家有說不求自得嘛 雖然說美其的就是那個幅度沒有什麼大禮物 但是真的是在這一路上來就是都有很多小驚喜 比如說可能我們每天上班大家可能都會趕公車以前都要跑步 那現在不用就慢慢走到公車站的時候公車就自然而然的就來了 然後或者是我今天想要突然覺得好想要吃什麼什麼下午茶 譬如說車輪餅好了 真的就是想一件某一個實體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過一下子就有突然就會有譬如說客戶 然後就拿這個東西然後來就是分享給我們 我就覺得好神奇喔 因為我想的是非常實體的譬如說車輪餅這個東西 就跟就一模一樣不會說他就拿別的蛋糕來 那就是就是車輪餅就來了這樣子 對然後最近有一個最特別的是 因為我現在換了一個新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其實一開始我們公司有點混亂 老闆希望我們所有的員工都要互相會公司的事情 但是呢因為這樣子量太大了 我們都覺得心裡很有壓力 那我就在心裡默默的想 如果我可以專門做哪一項就好了 結果好像是隔一天還是隔兩天 老闆就突然說好我每期就做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把那個職責就分配下來 就分配開來我就覺得哇好奇妙喔 但是當下第一個就是想到先感恩天地 然後感恩導師 因為真的沒有超級生命密碼的話 我們真的不會有這樣的收穫 我也不知道說這個時候其實我是需要感恩的 所以其實生活一切描描感恩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再來我最近就是因為剛剛有說都是跟美華姐一對一倒讀嘛 那其實最近在跟大家分享超馬的時候 心裡都會覺得真的很感恩有超級生命密碼 因為以前的美琪其實太要生氣了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自己還蠻孤僻的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有一群人 大家每天或者是時常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那種 沒有想過說會有這樣子一整群人一起生活的感受 但就是因為太陽聖的導師要我們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去參加精英會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機緣之下 我們我們我就在這個精英會中就是真的在生活中落實有一個家人的感覺 不是真的有血緣關係的家人 但是這個超級生命密碼的家人是讓我覺得非常感感動 然後有溫暖的一群家人 所以最近特別可能在分可能最近就一直有分享 然後一直有很多小收穫 所以就會越更是覺得說很感恩真的有超級生命密碼這樣子 那大概以上是我美琪的簡單分享 謝謝 謝謝